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少的片约和广告代言 甚至一度被称之为那第四小花 然而因为两次失败的婚姻 黄毅完全洗去了在观众心里的童年滤镜 第一任前夫江凯 两人紧张十四十一天就闪婚 江凯是一名金融投资员 资产丰厚 据悉当初两人是一见钟情 可江凯常这样 黄毅曾说 在自己受伤最深的时候 是江凯一直默默守护在身边 因此 两人才会走到一起 然而 这段婚姻仅维持了半年多就宣告破裂 随后 黄毅又迅速的和黄毅青走到了一起 两人缓身下了女儿当当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 黄毅毅会负伤的照片便被爆出 但黄毅工作室迅速发声明澄清这件事 紧接着时间反转 竟爆出老公黄毅青和俱乐部下属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同时还刷出家暴被黄毅青家暴的照片和验伤证明 两人的婚姻算是走到了尽头 有趣的是 当黄毅因为这些事跟黄毅青闹歪时 江凯还曾发文 安分黄毅 人生最大遗憾是遇见你 医生最开心是闪离 BTW 鸣猫 永远往不了偷心 就这样 黄毅的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就连整个人也不再有到处的光彩 虽然有过那几年的悲哀 如今的黄毅倒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其实反观黄毅和张鱼体的成长经历 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两人的父母都是从小离异 缺乏安全感 所以才会在遇见一个人时 想要迅速的抓住不计较后果 可相比张鱼体而言 黄毅的运气更差一点 不但总是与人不熟 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 说短就短 往往总是等到来一晚回时 才以一个弱者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面前 好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的她 已经慢慢开始看开一切 不但重新振作复出拍戏 还决定给女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也期待坚强的她能够走过这一关吧